上一集我们说到 师父在今晚的指示 就会为我作法改名 在静人西下的这一刻 我去找了小颜 她见到我的时候 她问我 她说听张恩怡说 这几天我都来过兽女峰 平时我听惯了 人家心怀敬意地叫我大师兄 我本来以为我已经听惯了 但是当小颜叫了大师兄的时候 我心也不禁剧烈地跳了下 这个女孩的声音为什么真的那么好听 我心神一阵荡漾 过了一会儿 我才问她 我最近心碎不灵想找你聊聊天 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 小颜有点围难 回转头望望二仙殿 但是等下准备吃晚饭 今晚轮到我透火煮饭 她这样一说 我很失望 她见到我失望的表情 又于心不忍 接着下来又说 你先等一等 我去问问师傅 看看今天可否轮一个人煮饭 说完之后 她好像一只兔子那样 就回到店里 过了一会儿 她笑着眼开地跑出来 跟着跟我说 大师兄 师傅说没有问题 她说你这几天应该有点事 叫我多陪你一会儿 她这样一说 我才知道英华真人 为什么这几天见到我 也没有点破 原来她知道我身上有问题 已经命不久矣 所以才能忍我 我没有说那么多 带着小颜一直来到兽女峰 在缘崖边边的一个巨石之间坐下 这个时候直阳西夏 蒙蒙隆隆当中 就似乎好像隔了一层磨砂玻璃 黄金色的光芒照耀在人的面上 给了人家很多的温暖 我和小颜并肩而坐 余光当中 见到她那张瘦美的面容 我心情有点紧张 过了很久 我都不知道找个什么话题出来说 气氛有点尴尬 幸好小颜先开口 她问 大师兄 这里的太阳 是不是和山外的有点不同 尴尬的气氛被她一问就打破了 我如释重负地 说下了动天福地这个说法 我这些也是跟身众学过之后 然炒然卖 说完之后 我就想起一件事了 我问她 小颜啊 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见到你这么亲切 小颜现在才十三四岁 对于情数这些事 还是懵懵懂懂 知道些就不知些 于是她天真地问我为什么 我看着她这么年幼 她感觉到我自己有些禽獸 不敢把我心底的一些说话挑明来说 我怕会吓死她 接着她从此就不跟我联络 那我真是乱惹了 于是我心念一转 我接着说了 因为我懂得消大炮 消大炮? 小颜认真地闪口 思想一会 她才闪到她一箱 像樊丹的眼睛 驚喜地叫着说 你 你懂得我大哥的? 小颜和我 不过是比陌生人熟一点 谋言之间 我们坐在一起 真的有些难以言语 但当我提到消大炮 她的表情立即亲近了很多 啊,我总算找到一个突破口 我心里面对中哥道了个歉 紧接着我很认真地 将我和肖大炮认识的往事 一一跟她说完 显然肖大炮真的将我当朋友 小颜竟然也听过我的名字 这样互相之间就有关联 我们之间的默心感觉瞬间就消除了 没过多久 小颜就变得随意很多 而且开始问起她大哥的近况 我刚刚从南疆回来 和肖大炮相处了很久 于是就将这两年发生的事情 一一跟她讲解了 当她知道我们所经历的所有危险之后 小颜显得有点担心 她对我说了 没想到你们居然经历这么多危险的事情 我大哥他现在还在那里 真的叫人担心 万一她是一个很善良的女孩 她那句话始终没有说出口 但是她眼圈有点变红 我安慰着她说了 不用担心的 最危险的时候我们已经度过了 现在只不过就像龙云伯伯准备抽收 没什么危险的 反而会有很多功劳 你放心吧 或者等你下次回家的时候 中国已经变成一方大圆 真的吗?大师兄 听到这句话 小颜水汪汪的大眼睛望着我 她的模样看到我心都醉了 此情此境 令我瞬间忘记了南疆那些血肉横飞的场面 我心里面很郑重其事地对着肖大炮叫声 大口野 然后我认真地摁下头 小颜破替为笑 笑容舒展起身 就好像一朵刚刚赞放的花朵 小颜放下心结之后 开始讲起她和大哥之间的一些往事 说她大哥是一个饭桶 好刹得的 而她家里的孩子又多 她上面除了大哥之外 还有三个哥哥 一个姐姐 所以她的爹就很新老 为了一家大小的食饭问题 终于奔波劳碌 我和她又讲起我的往事 除了我收摸入道这些事之外 其他也没有什么好忌毁 我的往事听到小颜杂杂清奇 说到最后 太阳已经下山了 我言语当中 后面充满着遗憾 我对小颜说了 今晚的指示 我师父和全功长老 会为我结赈改命 如果成功的话 我还可以有长一点的命 如果不成功的话 今晚我就要走了 幸好今天跟你聊了这么久 我也没有什么遗憾 希望这个世间 都好像昨天那样漂亮 太阳能够再次升起 就像今天那样日落 小颜眼圈一下子红了 她忍不住伸出手 握住我的手 握得很紧 她带着哭声说 大师兄 你不要死 她的情绪爆发出来 而我 莫名其妙地感到一丝的温暖 我带着笑意就问她 对了 为什么你不想我死 小颜显然不想回答这个问题 因为你是好人 大师兄 你千万不要死 你如果死了 茅山上面真的没什么好玩 她说这句话 令我整个人都变得很激动 我当时就表态了 好 我一定要争取度过今晚的劫难 小颜好认真地闹着头说 今晚应颜不会睡的 我在二仙殿那里为大师兄祈求 我还要拉着程丽和恩怡帮你一起祈福 求道尊和祖师爷都来保佑你 令你长命百岁一直活下去 这句话听到我充满斗志 我很用力地摁下头 莫名其妙 我心头当中又补上一句 如果百岁没有你相伴 那有什么意思呢 在我心里面 对于这个认识了几天的女孩 有很多牵挂 少年人的情数总是这么莫名其妙 情起不知所起 一往而有情深 等到真是情根深重的时候 又无可奈何 但是这个时候的小颜始终都是懵懵懂懂 我真是怕唐特佳人 这个时候作为她的大哥 或者大师兄的身份也不错 我也不会再奢求其他 我们两个人又谈了一层间 小颜要回到殿里准备为我祈福 而我就要赶回到清池宫中 于是我们两个人分开了 分开之后 我脚底踩着甲马 因为有了甲马 距离已经不错问题 我很快就回到清池宫 大殿之上 附军和杨军鹏 正是拿着扫把 在广场当中掃地 见到我来 全部都站直身 向我恭敬地叫着说 大师兄 附军的入门 和我不多不少 都有点疼 他对我也深存感激 而杨军鹏 知道师父在十年前就已经收我为徒 也不敢怠慢 对我也颇为恭敬 我和他们两个打了招呼 问到师父和李师叔现在在编店那里 于是我就走过去 去到编店的时候 他两个人在八卦池当中在做报纸 见到我过来 师父笑着说 哈哈哈哈 你这个小家伙 这几天为什么连人影都没了 到底去看什么 我恭敬地回答 师叔祖叫我寻找生命的真谛 而且要对未来充满希望 我这几天都在忙这件事 师父又问了 那你这件事忙得如何 我咬头 效果不错 师父不再说话 而是叫我站在旁边 他自己就和李道子开始 在八卦池当中不断地布置 所谓的八卦池 就在编店当中有一处水池 正宗就是太极阴阳雨 周边就为八卦 潜代表天 坤代表地 信代表风 震代表雷 陈代表雷 陷代表水 梨代表火 近代表山 对代表札 这个八卦互相相连 全部都是石材构成 囊括了世间的万物 两个人忙碌的身影都没有停泄过 从我来到的时候 一直忙到月上中天 这个编店呈现为一个回字形的结构 中间的空位正好容纳这个八卦池 月光好像水银一样卸在地上 师父这样才有空走过来拍拍我肩膀 或者生或者死 你怕不怕 我领领头 不怕 师父问 为什么呢 因为有你和师叔草在场 不要说区区一个天神劫 就算那个天神亲自下来 我也不怕 师父笑了 哈哈哈哈 好好 天跌下来 有我们两个为你顶住 你真是好懂计算 他试完之后 和池中布置的李道子挥一挥手 十几张材质不同的符络飞了出去 定住在各个方位之上 紧接着他按手朝天 看一会儿 平静这么说 时间都快到了 智晴呀 你现在先去就位 等待着我们作法 师父走到八卦池边 向着李道子商量说 师叔 智晴是我徒弟 这次的赈法应该由我来主持 李道子一身道仆福体 圣装出席 手里拿着一把图木剑 他肃然说 你是茅山的掌教真人 现在白费待兴 震兴茅山中 还指望在李身上 不用多说了 顶我来 他说话不多 叫我走入那个水池当中 这个水池的水 刚刚过了膝蓋 只见他长剑一指 四周围的扶禄 就开始无火 就自己烧了起身 紧接着水池的水 也自己自动地流走 不停地转动 而李道子也在水面上换住身位 口中念念有词 这个赈法 真是疾如风 敬如淋 侵略的时候好像火 不动的时候好像山 我看到一阵眼花缭乱 正在迷茫当中 突然间听到一声震渴 陈芝晴 我叫你一声 你敢不敢应答 好了 这个赈法到底能不能为我改命呢 我们下集再说 再来 我们下集再缘 我们下集领